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路斑鼻Nikki 我現在在南投的仁愛鄉 然後呢,在我身旁的呢,這個呢 就是神秘的果實,印加果 那印加果呢,它主要是生產在南美洲的一種作物 所以其實它又叫做南美油藤 那因為呢,它的外型啊,長得很像星星 有看到嗎?星星 所以呢,它又稱作星星果 那這個果實呢,其實它如果說 就是拿去,也不是拿去煮,拿去炒之後呢 它就會變得有點像是那個 吃起來口感像花生一樣 所以其實又稱作南美花生 那你會看到,這個星星果呢 印加果,它其實會有這種四顆的 然後也有這種五顆的 這個是還沒有成熟的果實,是呈現綠色的 那成熟的果實呢,就會長這個樣子 有看到我今天包緊緊嗎? 對,因為太陽很大 然後小路斑筆本身的斑已經有夠多了 所以,要做好完全的準備防曬 這個呢,咖啡色的,有看到嗎? 咖啡色這個 這個呢,就是成熟的果實 那你看到這邊呢,有四半 就代表裡面會有四個果實 那這個果實呢,就是要把它敲開 才可以取得裡面的果實 那我剛剛大家看一下印加果的花 這邊,印加果 這邊有看到花嗎? 大家有看到嗎? 這邊這邊 這個是,這個是印加果的花 有看到嗎?這個長長的啊 這個長長的花 長長的 有看到嗎?這個 長的 這個是公花 長的這個是公花 有看到 那這邊呢 啊 啊 糟糕,我把它折斷了 啊 然後呢 等一下 現在都有了 然後 不小心折斷了 這邊這邊 這裡呢 剛剛有看到長長的公花 對不對 這邊 這邊 公花 然後呢 這邊 小小的 這裡有看到嗎? 小小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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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母花 母的花 對 然後呢 因為就是風吹的時候啊 那個印加果公花跟母花的那個 就是會 擺動嘛 那擺動之後呢 其實它就是會 瘦粉 這樣 那瘦粉成功就會 結出 果實來 就會結出這個印加果 好,我要開始採收了 當 今天要當農夫了 掰掰 掰掰 那剛剛啊 因為沒有讓大家看清楚 這個南美油藤印加果 它的外貌 那其實這就是它的樣子 那因為它是藤類嘛 所以其實它會攀爬 那印加果呢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就是 它其實在一年當中呢 它可以採收很多次 那印加果呢 因為它其實是外來種 但是呢 它的營養價值其實還蠻高的唷 有看到它在攀爬嗎 對,那我個人覺得是還蠻好吃的 剛才呢 經過高人的指點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印加果的 有看到常常的這一個嗎 這一個 常常的是公的花 公花 然後呢 母的花是這一個 有看到嗎 這個小小方便這個 這個是母的花 然後呢 基本上母的花 它就是會結果子的 然後我拿一個比較清楚一點的 剛剛有一個果子 啊這邊 這個果子呢 就會看到這邊有個母花對不對 然後仔細看它有六顆 一二三四五六 六半 然後呢這個印加果的果實呢 它也是長六顆 一二三四五六 裡面會有六個種子 最後呢 我就讓畫面定格在 印加果的花朵上面囉 掰掰